一个名校高材生 本该是救死扶伤的白衣天使 却将剧毒投进了 同窗室友的饮水中 有的人说他残酷冷血 恶魔心肠 有的人却说他外冷内热 心底善良 大家好 欢迎回到实习车 本案发生后 有177名负担学子为他求情 希望法院不要判其死刑 大家都在联名性中尽数其好 舆论纷纷的背后 究竟藏着一个 怎样的冷面杀手 他和同窗之间 又有着什么样的深仇大恨 让我们一起走进 今天的复旦大学偷渡案 这时代太远了 爸爸妈妈已经迷你可忍着 这男儿子是死得太远了 也许是属于母子女性 他这个晚上多次做梦 日子都长在我船里前 妈妈 妈妈我这女儿 我儿童还稀有苦 2013年的愚人节清晨 复旦大学医学院的研究生黄阳起床后 如往常一样 拿着自己的马克杯在饮水机接了一杯水 但刚刚喝下一口 便猛地吐出了一部分 伴随着一阵咳嗽和干呕 仿佛想要把刚刚喝下去的水全部吐出来 这桶水是两周前买的 黄阳想着因为放的太久 水已经有些变质有味了 他便将水桶拿到灌洗室清洗 但做梦也没有想到 从此刻起 自己的生命已经开始进入了倒计时 清洗完水桶后 黄阳到学校的图书馆自修 一个小时后 他感觉越来越不舒服 恶心呕吐发高烧 中午时分 黄阳先后打电话给自己的两位同学 请他们陪着去医院看病 说完夜后回到宿舍 已经是下午的六点 他并没有觉得有多少好转 只能一直躺在床上休息 转眼到了第二天 依然呕吐不止 身体开始发生水肿 通过一系列检查 发现其血小板快速下降 干功能异常 当天晚上 黄阳病情迅速恶化 住进了重症监护室 他的父亲黄国强 急匆匆地从四川赶到上海 看着病床上的儿子 他几经崩溃 接下来几天 病情快速发展 黄阳肺部纤维化 无法自主呼吸 4月6日 鼻腔出血 意识越来越模糊 疼痛让他疯狂挣扎 大吼大叫 两三个医护人员都控制不住 最后只得用束缚带 将其固定在床上 没多久 他便处于昏迷状态 全身浮肿 有大片的皮下出血余痕 几乎看不出原来的样子 医生和亲友们都万分焦急 他的病因究竟是什么 黄国强怎么也想不明白 好端端的儿子 怎么突然就变成了这个样子 刚到上海的那个晚上 他暂住在儿子的宿舍中 见到了自称 与黄阳关系不错的社友 林森浩 这个年轻人不怎么爱说话 但对黄妇挺热情 还耐心地告诉他 哪些是黄阳的私人物品 在黄阳住院期间 他曾三次前往医院探望 但一直到15日 黄国强才得知 他竟然就是残害儿子的罪魁祸首 4月16日 黄阳因抢救无效 痛苦万分地离开人世 估计到此他也不知道 这一切究竟是为什么 而这个问题 同样也是黄妇心中不解的谜团 我们把时间倒回到案发的前一天 2013年3月31日 复旦大学丰林校区的这个周日下午 和以往一样平静 医学院2010级研究生林森浩 首提一个黄色塑胶袋 出现在学校的监控中 回到宿舍后 他反锁了大门 因为接下来他要执行一个计划 确切地说 是要为舍友黄阳准备一个愚人节的玩笑 塑胶袋中装着一个药剂瓶和一个注射器 这些都是他从实验室里偷偷拿出来的 药剂瓶里装的是52毫升的N2甲基亚硝胺 以下我们简称N2 这是一种呈黄色油状液体的剧毒物 气味刺鼻类似氨气 仅需3毫升左右 就可以致一个成年人死亡 宿舍里一共住了3个人 除了林森浩和黄阳 还有葛俊奇 他是上海本地人 那段时间刚刚结婚 所以平时基本上不在宿舍 林森浩本打算将N2投入黄阳的马克杯中 但由于杯子是白色的 黄色液体直接倒进去太过显眼 于是他决定将所有的N2 都投到宿舍的饮水机中 但抱起饮水桶才发现 没有空手来进行操作 于是又把桶放回去 用一只手推起水桶 让它歪向一侧 另一只手拿起药剂瓶 让里面的N2原液通过漏出的凹槽 一点一点流了进去 接下来他将注射器里的两毫升 也一并注了进去 随后发现 饮水机边缘溅到了几滴 于是又拿起桌上的矿泉水 将这些残渣一起冲了下去 做完这一切后 林森浩将装有注射器的透明塑料袋 丢进了宿舍四楼楼梯口的垃圾箱 又将装有空药剂盒的黄色医疗废物袋 丢在了第二教学楼电话亭旁的垃圾桶中 而这里也是他平时给父母打电话 报喜不报忧的地方 从此刻起 林森浩开启了自欺欺人模式 投读后的一个小时 感到无聊的他打开搜索引擎 开始搜索N2的相关资料 网页中出现了肝损害等相关内容 他稍微浏览了一下便关闭了 对于出现的严重可致人死亡的字眼 他则选择性地进行了过滤 林森浩作为一个医学专业的研究生 为什么要搜索这些内容 难道他是不知道这些化学品的毒性吗 当然不是 早在2011年 他就用吸尸过的N2 在大鼠身上做过实验 并且还将所有的实验数据都写进了论文 发表在了期刊上 而之所以进行网页搜索 实际上是为了让自己心安 他忽略掉页面中提及的严重后果 仅挑选觉得有利的内容看 再加上他认为 N2的气味很重 黄阳一定会来质问他 是不是动了手脚 就算是喝下一小口 根据以往实验中大鼠的情况来看 他们中大部分都没有死 有的过段时间后反而更加深容惑惑 所以林森浩不再考虑后果 想着就让他去吧 可惜一切并没有如林森浩预想的进行 4月1日早上 黄阳毫无防备的喝下了水 假装睡觉的林森浩听着对方搅拌杯子的声音 喝水后呛壳的动静 他躺在床上不敢动 在黄阳去洗水桶期间 林森浩的手机响了 是同学约他一起去拿医师从业资格证 于是他赶紧跳下床离开宿舍 为了避免和黄阳碰面 直到对方离开 他才回去 第二天中午 林森浩回到宿舍 那段时间 他在中山医院超生科实习 平时中午都待在医院 今天之所以回去 是想等着黄阳来质问他 有没有在水里动手脚 可是黄阳对他根本没有一丝怀疑 病情加重后 指示对林森浩说 怀疑自己得了急性胃穿孔 希望对方能帮忙做个检查 下午5点左右 林森浩为黄阳做了B超 检查后表示 胃部没有问题 由于心虚又加了一句 肝脏也没有问题 意识到自己提及肝脏漏了马脚 他随即转移了话题 但黄阳及陪同他的同学 都没有意识到这句话的声音 在此之后 黄阳病情急速恶化 经过初步会诊 医生判断 黄阳应该是因为中毒 而造成的肝损伤 但因为毒源不明 难以对症下药 他的师兄和主治医生 觉得此事非同寻常 他们商量后 将宿舍的水样 尿样 血样 都送到了司法鉴定中心检测 试图找到病因 两天后又拿了他的生活用品送检 包括吃过的一些东西 以及喝水的马克杯 但这两次 均未发现异常 毕竟N2并非常见的毒物 谁会想起来比对这个呢 林森浩看到检验结果心里纳闷 怎么会没有查出来呢 尽管黄阳一步步走向死亡 但他自始至终 守口如瓶 林森浩三次到医院探视黄阳 都镇定自若 想要看看对方有没有好转 因为他始终自我安慰 对方只是喝了一小口 也许下次就能恢复常态 但在黄阳的父母眼中 他更像是在观察一个实验的对象 黄阳的另一名室友 葛俊奇 也一直在焦急地想要找出病因 他翻看了对方的病例 看到急性肝衰竭的症状 让他感到有些熟悉 4月8日晚 葛俊奇突然想起 林森浩曾说过 自己使用过一种 可以令生物体干损伤的试剂 难道黄阳不小心沾染到了吗 在进入数据库查找一番后 他发现了这个试剂的名字 此时已经是晚上10点过 葛俊奇立即指点黄阳的师兄 告诉他 有针对性地对N2进行一些调查 正说着 林森浩回来了 葛俊奇没有深想 但觉得如果让对方知道自己在查他用过的试剂 同学之间终归不太好 于是挂断电话 发了一条短信过去 4月9日 在葛俊奇的提示下 果然在黄阳的水杯 水桶及尿液中 都检出了N2的成分 随即 葛俊二人被警方列为重大嫌疑人 但很快 葛俊奇就被排除了嫌疑 在面对警察的询问时 林森浩对真相依然闭口不谈 直到再次被依法予以刑事传唤后 才慢慢地道出了实情 一开始 他说自己投入的是福尔玛林 之后又声称是福尔玛林和N2的混合液 并且只有注射器里面的2毫升 在进行了大约12个小时的审讯后 他熬不住 终于说了实话 告诉警方 倒进去的还有52毫升的N2 而这样的浓度 远远超过了人致死量的20到30倍 看到这里 很多人就会想 林森浩究竟和黄阳有多大的仇怨 才会下此毒手 让对方如此痛苦地死亡呢 让人觉得愤怒的是 林森浩给出的答案居然是 无冤无仇 他之所以这样做 仅仅是在给对方开个玩笑 让有些嚣张高调的黄阳 吃点苦头难难受罢了 这个听起来匪夷所思的理由 让人难以接受 毕竟他是一个医学院的研究生 难道就没有遇见这样的后果吗 这一切的根源究竟是什么呢 林森浩1986年出生于广东省汕透市 在家中排行老三 有两个姐姐和一弟一妹 他的父亲早前在服装厂打工 50多岁时因工厂倒闭失业 母亲常年拉着板车 靠捡废品补贴家用 后来因心脏病发作而丧失劳动力 几年后家里开了一个杂货铺 勉强维持生计 一家七口人生活得非常结局 林森浩从小学习成绩优异 父母对他寄予了厚望 为了改善家中情况 他努力求学 以680的高分考入了 985名校中山大学 之后又被保送进入复旦大学读研 学习医学专业 林森浩平时非常节俭 空闲时找了好几份家教工作 并将赚的钱都寄回了家中 一方面给弟弟妹妹作为学费 另一方面为母亲治病 在贫困家庭中被寄予厚望 这样的成长经历令他非常要强 但却又极度敏感不容奚落 寒门中走出来的学子 是要靠自己努力将全家拉扯进小康生活 从家乡到上海求学 林森浩需要先坐40分钟的小巴 到汕藤市区 再辗转4个小时的汽车去厦门 最后买一张十几个小时的绿皮火车票 才能抵达上海 大学期间他埋头学习 读研时 林森浩在国内核心期刊上 发表了8篇高水平论文 并且他还是学生会副主席 积极参与公益活动 可以说就算是在人才积极的复旦大学 林森浩也丝毫不输任何人 2013年学校更是推荐他读博 但考虑到家庭的实际情况 为了能尽快工作赚钱 他放弃了这个机会 进入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实习 如果不出意外 不久后他就会成为超生科的一名医生 林森浩有着一流学府的教育背景 又有着炙手可热的专业 锦绣前程正朝着他预想的方向高歌母进 直到宿舍里搬进了另一个年轻人 黄阳 黄阳来自四川荣县 他的家庭背景与林森浩有几分相似 父亲从国营企业下岗后 就在一所中学做宿舍管理员 母亲患有肝内胆管结石 这也是他选择学医的原因 他和林森浩都是别人眼中的才子 孝子 但与林不同的是 黄阳是三代丹传家中独子 求学八年 因为不想增添儿子的负担 父母不让他寄一分钱回家 黄阳就将勤工减学的钱和奖学金 用来改善生活 给父母买手机买羽绒服 甚至还还清了母亲三十多万元的手术费 独生子女的黄阳 更注重生活品质 喜欢旅游 看电影 聚会时抢制买单 性格阳光开朗 他在读研期间没有发表过一篇论文 但据说只是对此不屑而已 要知道 在案发前 他刚刚以耳鼻侯科考试第一名的成绩 获得了执升博士的机会 虽然都出身普通家庭 但黄阳常表现出一种优越感 喜欢炫耀自己的能力 说话不太注重别人的感受 有时候伤人而不自知 他多次以开玩笑的方式评价 林森浩 直言其抠门不懂生活 有时候还会拍拍林森浩的肩膀 称呼他为屌丝 作为男生之间的一种调侃 黄阳并没有认为这是一种讽刺 他或许觉得自己和对方关系比较好 能开得起这样的玩笑 而林森浩面对这些调侃 大多数时候不予大礼 表面上也看不出有什么情绪 但实际上 这种反感激压在心中 久久无法释怀 2013年2月 林黄二人在饮水计的费用上产生了分歧 林森浩认为 自己平时喝水不多 每天去实验室图书馆和医院都有水喝 就提出了不再负担水费 自己以后单独买水 黄阳随即告诉葛俊奇 以后他们两人出钱买水 2013年4月1日前夕 黄阳兴致勃勃地和另外的同学说 愚人节快到了 我有一个整人的想法 随后便讲了一个热水泡脚 让人尿床的笑话 还拍了拍站在林森浩旁边的一名同学肩膀 这名同学是林的好友 看着黄阳得意的样子 林森浩心里非常不爽 他想着 你要整人 我就先来整整你 这才叫公平 于是第二天 他便准备了这个致命的玩笑 至于为什么会想到用这种方式投毒 林森浩回忆 曾听人说过 某大学有人用他元素毒害同窗的事 至今也没有破案 后来在报纸上他才得知 这个学校叫清华 被害的同学名叫朱令 在本案的一审法庭上 林森浩看上去很冷漠 全程没有看过旁听席上的父亲一眼 就算法官宣判死刑 父亲不服判决 高喊上诉时 他依然面无表情 所以很多人都对林森浩的冷酷 感到不寒而泥 然而他的父母 老师和同学却并不这样认为 在他们眼中 林森浩无论如何 都无法于杀人犯三个字 画上等号 他就是一个积极上进 品学兼优的好学生 父亲说 自己的儿子并非冷酷无情 他的性格就是如此 再痛苦的事情都不会表露出来 当年母亲因为心脏病发作抢救时 好多亲友都在伤心流泪 但林森浩却没有表露出太多的情绪 他更像是一名医生 对父亲叮嘱说 妈妈可能以后要一直服药了 他表示 自己会再多找几分家教 妈妈就不用再去收废品了 在记者采访中 林森浩的小学老师数度落泪 声称自己听到这个消息后 几个晚上都无法入睡 中学老师更是评价他 外冷内热 有情有义 初中毕业一年后 他曾回到老家 组织同学一起去看望老师 但自己却默默地走在最后面 而在同学们的眼中 林森浩虽然性格内向 但从很多小事中都能察觉到 他是真心待人 比如帮社友打满了开水 也不会说出来 主动帮同学收拾桌面 也不会自夸 2008年汶川大地震时 林森浩一口气捐了800块 这相当于他两个月的生活费 这些钱原本是他省吃俭用准备寄回家的 在面对医生这个职业时 林森浩也有着当之无愧的医者人心 在中山医院实习时 常常有病人在中午快下班前 着急想要打出报告单 便会塞钱请他帮忙 但林森浩都会坚持把钱退回去 说这些钱都应该用到病人身上 他也曾在微博中写道 有时候挺痛恨医生这个行业 因为对于寻求帮助的病患 总不能帮忙到底 在面对有情绪不稳定的病人时 林森浩写道 我们在忙碌或者心情烦躁的时候 常会顾忌不到病患的感受 容易造成误会 沟通是良好的润滑剂 遗憾的是 这样一个悲天悯人 一心想要救死扶伤的准医生 却无法将沟通用在解决于同学的矛盾上 二审前 林森浩手写了一封道歉信给黄阳的父母 但对方拒收了 舅子新签的林父要求更换律师 做无罪辩护 林森浩坚持不肯 写信给父亲说 中国有句话叫事实胜于雄辩 在事实面前 巧声如簧也无济于事 我确实向黄阳投了毒 只能认也必须认 复旦大学177名学生的联名请求信 也寄往了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 请求能给林森浩一条深路 让他洗心革面 以后代替黄阳照顾其父母 二审时 林依然主张他没有杀人动机 投毒只是愚人节开的玩笑 但法官问及 若是开玩笑 这一行动的笑点到底在哪 林森浩哑口无言 从犯罪心理学的角度来看 在没有明确动机的情况下 还能用如此残酷的手段杀人 只能说明其漠视生命的主观态度 将这样的行为视作玩笑或者游戏 最终法庭认为 林森浩本质上无悔罪之意 无法得到被害家属谅解 没有不判死刑的理由 对林森浩来说 这个结果意味着他以命抵命 但却依然对不起同窗的父母 判决下达后 林森浩终于哭了 他望着黄阳老泪纵横的父母 希望他们能够就此放下怨恨 健康积极地活下去 2015年12月11日 林森浩于家人见了最后一面 随即被执行了死刑 他的人生被定格在了29岁 黄阳的父母得到了他们想要的结果 但这场官司中没有真正赢家 我们在这个案件中可以得到很多启发 心理的健康可能比优异的成绩更加重要 在成长路上 难免与他人产生矛盾 良性沟通 解决问题 树立正确的人生观 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掌握自己未来 好 本期节目到此结束 感谢您的支持 咱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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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们下期再见